女人们头顶今晚哥哥笑眼如花 眉眼间顾盼生辉 面若银盆眼如水性 身披清凉的纱裙身材漫妙摇曳生姿 这七个宫女是郑太妃 满世界挑来的美女 训练严苛 女人们不仅要顶着今晚走路 就连跳舞时今晚都不能落地 在玉花园跳舞的宫女是江南第一大美人幽灵二 这八个角色美人是郑太妃专门为皇上挑的 因为她贼心不死 还想把朱长洛踢走 让自个儿子当皇帝 郑太妃年老生病 时日不多 加紧了篡位的进程 朱长洛登基后 珍惜事儿负得的蓝星 除开上班时间 一律跟蓝星相伴 两人亲密无见 蓝星秉持贤妻原则 劝皇帝语入君瞻 更劝皇上加封梅二 因为太子时期 梅二为她付出了太多 只得够选世的威分 太不公平 皇帝答应要择日禁封梅二为妃 蓝星坚持赶走皇帝 皇帝恼了 认为她还对十年前女儿的妖折 怨恨自己 她一气之下 来到了梅二寝宫 梅二挑拨离间 表面给蓝星开脱 实际强调蓝星 还对辉旋的死耿耿于怀 金碧瑶也不安好心 为了争宠 故意临摹蓝星思念女儿的诗 皇上看了很不爽 再也不愿重新蓝星 梅二不得宠心求郁闷 到花园赏桃花 实之意外捡到了 失传的霓裳雨衣曲 晚上皇上路过寝宫 听到梅二房间 清脆悠扬的琴声十分惊喜 将梅二消瘦了不少 皇上愧疚冷落她多日 当即决定留下过夜 还承诺过几天封她为贵妃 梅二情绩堪称一绝 皇上一连多日留宿 打开一张纸 里面的图画 让一声受宠的郑太妃都脸红了 她招来绝美宫女幽灵二 把这得宠秘籍交给幽灵二 伺候好了皇上 这后宫就是你的天下 为了让皇帝荒废朝政 郑太妃下猛料 要将八个角色美人一股脑 整皇帝跟前 借着皇帝母妃受担之日 郑太妃假惺惺瘦 给一个去世的人过手 全场除了郑太妃 没一个人有笑脸 为了讨好皇上 郑太妃早就准备了节目 七个大美人款款而来 就像天上下凡的七仙女 为了好辨认 郑太妃给七人取名 红二 橙二 粉儿 绿儿 青儿 蓝儿 紫儿 宫女相应的 穿着自己名字颜色的衣服 女人们个个肤白貌美 眉眼如画 身材魔鬼 妃子们惊呆了 世上竟有如此 能够善舞的美人 就连最会跳舞的金碧瑶 和最会弹琴唱歌的梅儿 都深感威胁 郑太妃以为皇帝 会深陷其中十分得意 谁知皇帝好奇看了一眼 两只眼睛 还是一直盯着蓝星看 郑太妃挫败极了 皇帝感觉无趣 喝起了酒来 谁知 五级堆里变出个大美人 皇帝惊呆了 瞬间被吸引 女人一身踩沙舞群 犹如天女下凡 袖子遮着脸蛋 神秘感十足 举手偷足间散发着致命的魅力 这景门是氛围感 美人鼻祖吧 太会了 金碧瑶忍不住尖叫 皇帝目不转睛 迫切要见到女人的脸蛋 油爆琵琶半遮面 女人的衣袖缓缓落下 只露出了眼睛眉毛和鼻子 露出全脸的那刻 明儿瞪大了双眼 这也太美了吧 谁能顶得住啊 女人暗送秋波 双眼放电 皇帝看呆了 这不就是在花园跳舞的宫女吗 打扮一下 竟然比蓝星年轻的时候还美 原来是郑太妃宫里的 难怪怎么都找不到 见皇帝被迷得六神五主 郑太妃嘴脸到耳后跟 满意极了 八个宫女同台跳舞 搔手弄姿 各顶各的大美人 又清纯的妩媚的 俏皮的美艳的 含蓄的可爱的 忧郁的明媚的 皇帝咽了咽口水 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美女 还没等她开口向郑太妃要人 妃子们先张嘴 将八个宫女分完忘 幽灵二舞技一绝 金碧瑶要她教自己跳舞 郑太妃把幽灵儿赏给她 还把精通乐器的青儿和斐儿也给了她 蓝星推辞不了 只要了擅长下棋的子儿 和善于影师作对的成二 剩下的宫女 米其林大厨蓝二 发型是青二 还有服装设计师红二 郑太妃全给了梅二 宫女全分完了 皇帝默默不敢说话 七个宫女被分到了三大妃子宫里 开始挑拨离间 成二和子儿打着为蓝星好的名义 劝她忘掉皇帝这个大猪体字 斩断情思 皈依佛门 金碧瑶则在幽灵儿等人的忽悠下 沉迷于跳舞争宠 路过蓝星寝宫 皇上绷不住 忍不住来看她 蓝星去御花园下棋了 成二故意让皇帝看到 蓝星埋怨她的诗 皇帝大怒 不再造型蓝星 金二给梅二输了最时髦的发型 换了最适宜的妆容 红二为她设计了最靓丽的裙子 裙子的剪裁设计别出心裁 清纯高贵又不失娇媚 梅二一打扮 整个人闪闪发光 头上的珠翠光彩夺目 真的五官名艳动人 得知红二等人监视皇帝行踪 梅二十分生气 红二挑唆 是为了让梅二得宠 挤掉蓝星当上皇后 一位宫女真心为自己 梅二消了气 皇帝心求郁闷 见蓝星跟子儿在下棋 更加惆怅 朕能得到天下去 得不到你的心 梅二来花园 见皇上盯着蓝星 幸不又嫉妒 皇帝一个转身发现梅二 眼前一亮 十分惊艳 忧愁瞬瞬间烟消云散 爱妃今日打扮 朕还以为是月出长轮 爱妃越发美貌 谢皇上夸奖 她搂着梅二逛花园 蓝星看见了 故意无视 从此梅二守皇帝专宠 宠决后宫 金碧瑶嫉妒疯了 如今皇上 一夜都到梅二那里 连太子都在她手上 我看着皇后的凤冠 早晚会被她给抢去